众所周知,幸运色狼是后宫男主的被动天赋,抓猫不小心掉进女浴室,睡觉又轻眉暖床,就连学校女生都为她发起争夺战。 哈喽,大家好,我是阿帅,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后宫战斗番,最弱无败神装鸡龙。 阿卡地亚王国在五年前的一场政变中亡国,促成政变的只有一架漆黑的鸡龙,后人将这位鸡龙称为黑色英雄。 然而就帝国王子路克斯却因为一场意外,就读于新王国管理下的女子鸡龙史学院。 这一天,路克斯为了追回被流浪猫叼走的胯包,一路追到了屋顶,却不小心踩花了天花板,掉落至了女生宿舍的浴池,然后他就被当做色狼抓了起来。 而在路克斯被关押期间,有一个长发妹走进监狱,对方静止走到桌边,拿起其中一把黑色的剑仔细地端详,他刚想询问路克斯有关这把黑剑的事, 却没想话说一半,一个男毛女来了,长发妹见状,立马说出话了,转头就走。 而男毛女其实是奉学院长命令,前来带走路克斯的。 在被押往的路上,路克斯从一个马尾妹口中得知,这是王力士官学院。 随后,他见到了学院长,并向对方解释了事情的原委,但其实,学院长早先就认识路克斯了,他相信路克斯的人品,于是接受了他的说法。 紧接着,学院长建议让路克斯在学院工作。就在这时,黄毛女推门而入,他坚决不允许偷窥女孩的痴汗在学院工作。 学院长见现状实在无法服众,于是只好向对路克斯的惩罚权交给黄毛女。 黄毛女一拿到权力,就向路克斯发起了挑战,其他女生纷纷叫好。 可学院长告诉其他人,路克斯在王都的竞赛中赚举赏金至今无败。 黄毛女去学院要和路克斯以基隆定胜负,他提出要求,只要赢了他,就可以免去罪责。 反之,路克斯就要以罪犯的身份去坐牢。 路克斯没有回应对方,可黄毛女已经擅自让其他人将这场鄙视传扬出去了。 新王国公主收拾旧帝国王子的好戏就要上演了。 原来黄毛女占是新王国的公主,随后,路克斯去见了就读于这所学院的妹妹。 因为自己在学院引起了骚动,包括妹妹室友在内,都将路克斯当作变态,进而远之。 因为政变后,旧王族的幸存者就戴上了代表罪人的黑色项剑,而恩氏的代价就是偿还大笔钱财。 路克斯因此沦为国民杂役。 如果他此次输掉比赛便会入狱,欠款则会由妹妹偿还。 眼下,路克斯和公主的比赛即将开始,为避免被二人的战火波及。 人们事先在练武场周围展开屏障,二人的比赛吸引了许多观战者。 比赛前,路克斯和公主分别召唤出了基隆,可路克斯驾驭的是范勇基隆, 和公主驾驭的神装基隆相比,实力实在是悬殊。 所以这场比赛在外人看来,路克斯必是无疑。 随着绿毛的一声令下,比赛正式开始。 公主的路克斯发动了连环攻击,对方无力反击,公主乘胜追击,追加了特殊武器对准路克斯。 可即便如此,路克斯也不愿使用另一把黑剑。 谁知尽管如此,接下来的一连创攻击还是都被路克斯避开了。 公主担心再这样下去就会被判证停局,于是她发动了特殊能力。 可即使公主通过此击倒了路克斯的基隆,但她自己的基隆却因为过度使用而暴走。 就在这时,屏障突然消失了,幻影兽出现在空中。 因于这个突发情况,其余尸身全都撤离到了校舍避难,只有妹妹还留在这不肯离开。 此时,幻影兽突然对公主发动攻击,而公主因为机甲暴走无法行动。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,路克斯替公主挡下了攻击,她自知凭自己的基隆无法打败幻影兽。 于是拜托公主在自己做出灰箭的手势后对准幻影兽发动炮击。 紧接着,路克斯就投入了战斗。 公主带基隆稳定下来后,便将炮火对准了幻影兽的方向,等待路克斯的暗号。 路克斯看时机差不多就灰箭,公主见状立即使幻影兽发动了炮火。 在路克斯的策略和二人的配合下,幻影兽被消灭了,而路克斯却被羁绊,陷入了昏迷。 昏迷中,路克斯做了一个梦,一个戴着斗篷的男人佩戴着一把黑剑,然后她就惊醒了。 醒来后,公主刚好来看望自己,她是专程来向路克斯道谢的,然后她告诉路克斯自己发动挑战的理由。 公主掀起衣服,露出了腹部的旧帝国烙影。 原来她是以为路克斯发现了这个秘密,才抑郁在对决中封住对方的口。 但实际上,路克斯并没有看到,她也向公主保证会保守秘密。 第二天,路克斯作为士官候补生加入了学校,她在班级看到了自己的青梅竹马粉毛妹,于是自然而然地坐到她身边。 这个举动,引得偷偷关注路克斯的公主只能暗暗生气。 下课后,其他女生都围在路克斯身边,可公主却突然走过来,委托路克斯成为自己的专属侍卫。 此时,粉发妹看出路克斯的困扰,于是站出来替她拒绝了公主,双方都不肯退让,然而就在这时,长发妹站出来,借用学员长的名义带走了路克斯。 路克斯知道,对方是为了替自己解围,于是向她道谢。 可长发妹也输出了自己的目的,她委托路克斯找出黑色英雄,路克斯没有拒绝。 回到宿舍后,路克斯又做了一个梦,梦中提到粉发妹被帝国抓走,而她醒来后,发现粉发妹就在自己的床上。 原来因为房间不足,学员长也就是粉发妹的姐姐,便将两人安排在了一间宿舍,可偏偏这幅场景被马尾妹推门而入看到了。 于是,有关路克斯不好的传言,又传遍了学员。 转天,路克斯按照委托书上的任务来到工坊,而委托人正是公主。 她不仅是工坊的所长,还替路克斯修好了飞翔基隆。 不过,公主修好她的目的是为了让路克斯加入学员的骑士团,成为新王国的战力。 可是正式入团要等三年级远征回来之后,所以在此之前,公主决定了解路克斯,带她闲逛吃饭。 事后,路克斯带公主去了一个高楼放松休息,可公主突然提起了烙印的由来。 原来她在五年前被旧帝国囚禁,旧帝国以她为制,威胁发动正变的公主父亲。 可公主的父亲拒绝交涉,依然决定发动正变。 结果,公主为了活命,曾决定归附旧帝国,而这个烙印便是证明。 此时的路克斯也不知如何安抚对方,便又有紧急事故发生。 西南方上出现了一批大型幻影兽。 新王国警卫队的庶民吉隆使已经前往讨伐,但因为人手不足,骑士团的成员也要在发生事故时出战。 于是,公主一行人立刻赶往西南方,路克斯则留在学院。 而粉发妹突然说自己听到了提声,另一边幻影兽的数量还在增加。 公主发现警卫队队长利用敌声召唤幻影兽,试图发动战变。 原来对方原来就是救帝国的人,队长操控幻影兽攻击公主,公主敌不过众多幻影兽的攻击,终究还是败了。 而这时队长来到公主身边,公主认出对方就是当初落下烙印的人。 队长想要救死了结公主,危机关头,路克斯出现挡下了他的攻击,可周围还围绕着许多幻影兽。 路克斯见状终于使用了那把黑剑,召唤出了通体漆黑的基隆, 然后打败了幻影兽和队长,赛场的人因此都得知了路克斯就是传闻中的黑色英雄。 战胜后,众人为了庆祝路克斯的功劳,特意举办了一场派对。 学院长为了给派对助兴,想出了一个路克斯争夺战, 只要能在一小时内拿到路克斯身上的委托书,就能在接下来的一周得到特殊待遇。 众人都加入了这场争夺战,路克斯为了躲避逃到了攻防, 可没想到公主也想要得到他身上的委托书。 结果,路克斯在摆脱公主后,又遇到了粉发妹,好在对方并没有得到委托书的强烈欲望, 所以路克斯幸运地逃脱了,然后他躲进了一个房间, 可就在这最后的十分钟里,长发妹欺骗路克斯, 让他以为时间已到,主动交出委托书,而他的委托尽是让路克斯做自己的恋人。 事后,路克斯被学院长传唤,他给路克斯看了队长留下的角迪, 怀疑角迪是通往一记深处的钥匙,于是他委托路克斯在一记中调查确认角迪的作用, 路克斯接下委托,第二天吃饭,路克斯和长发妹坐在一起, 长发妹希望对委托进行进一步的说明,他想摆脱政治婚姻, 于是想和路克斯伪装成恋爱关系,以此瞒过家里派来确认婚姻进程的直视, 听此缘由,路克斯只能同意。到了夜晚,长发妹在帮路克斯辅导作业, 公主前来宣誓主权,却意外得到二人第二天要约会的消息, 到了第二天约会,公主和粉发妹变装,一直跟着路克斯二人, 二人在去餐厅吃饭的路上,突然被其甲鸡龙攻击并包围, 长发妹召唤出鸡龙去对付敌人,公主和粉发妹只好现身帮助对方, 不过二人死不承认自己是在跟踪路克斯他们, 谈话间敌方的一个人企图逃跑,幸好被赶来的短发妹解决, 而他正是长发妹家派来的直视。 此后,众人来到餐厅,长发妹向短发妹说明了自己和路克斯的恋爱关系, 而这时,一个黄毛男突然出现,黄毛男是四大贵族, 也是短发妹替长发妹找的结婚对象, 长发妹赶紧以路克斯为由拒绝了对方的联姻, 这下为了争夺长发妹,双方定下了二对二的鸡龙对抗的比赛, 长发妹提出让短发妹加入黄毛男,比赛定在三天后的夜晚。 另一边,新王国成立以来,第一次召集四大贵族开会, 其中一家有人提出,中阴神兽波赛东有了复苏的迹象, 此话一出,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, 现下新王国刚成立不久,没有人有把握能打赢中阴神兽, 此时,黄毛男的父亲提出,眼下只能先完成一级的调查, 找出沉眠于内的武器,然后他顺手替黄毛男揽下了这个任务, 这一边,学院掌握了明天的一级调查,召集了大家, 并将脚笛叫路克斯保管,长发妹作为留学生, 应该是禁止参加一级调查的,可他为了自己的目的特意请求加入, 而路克斯在泡澡时,粉发妹突然出现, 路克斯却发现,对方的背上少了一道拔痕, 可他也没有多想,反而因为泡了太久晕了过去, 第二天临出发前,绿毛突然宣布, 黄毛男将作为特殊参加者,加入一级调查中帮助众人, 到了目标一级后,长发妹就急着往里冲, 而这时四周出现了幻神兽,对方的速度快到公主都无法瞄准, 黄毛男提出只要路克斯能先打败幻神兽, 就可以取消之后的鄙视, 然后他不等路克斯回应就击败了幻神兽, 并自顾自己的宣判自己的胜利, 可就在这时幻神兽发生了爆炸, 路克斯醒来后身边只有长发妹, 幻神兽的爆炸将众人卷入了一级内部, 二人先去了一级中心的祭坛, 到达的时候没有别人, 长发妹突然冲到祭坛中心, 路克斯想要吹响脚笛, 以此来确定他是不是钥匙, 可是他还没吹,突然传来一个声音, 已经检测到了钥匙, 此时长发妹开口, 路克斯眼镜四周发生了坍塌, 拉着长发妹跑进门后, 发现门后陈列着许多箱子, 因为长发妹小时候就是在箱子里被义父发现的, 想要把她当作揭晓仪器的线索, 然而长发妹没有记忆,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了, 并非亲生子女, 即使为了获得家人的认同而十分努力, 却让他更受到其他人的疏远, 而现在遗迹的反应告诉他, 他就是遗迹的幸存者, 路克斯了解对方的过去, 然后也说起了自己的故事, 路克斯的祖父替受苦的百姓向皇帝禁言反而被捕入狱, 路克斯兄妹及母亲也受到牵连被赶出宫, 可在路克斯的母亲冰死时, 没人愿意救实行暴政的王族们, 最后路克斯的母亲离世, 王族和百姓抛弃了路克斯他们, 路克斯因此恨上了所有人, 然而, 粉发妹每天都陪伴在路克斯身边, 不计回报的关心, 也让路克斯想通了, 自己不想因为帝国的错, 而怨恨任何人, 就在这时, 大门被钻头强行打开了, 来人正是公主, 路克斯和长发妹成功获救, 然后就和众人回到了学院, 路克斯立马将遗弃的幸展告诉了妹妹, 然后她毫无戒备地接过妹妹递过来茶水, 没想到喝掉之后就陷入了沉睡, 原来这一切都是长发妹的计划, 今晚就是和黄毛男的对决, 她不想再将路克斯牵扯进来, 等到长发妹独自赶赴指定地点, 对方早就在此等候, 他们并不在路克斯有没有赴约, 黄毛男打轰了指示, 向长发妹发起了攻击, 而长发妹此时却发现, 基隆的预知能力失效了, 对方就像杰奥预料般出现在自己身后, 长发妹被黄毛男击倒, 此时黄毛男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, 原来她是选中长发妹作为未婚姬, 只是看中对方作为钥匙具有开启一技的能力, 然而就在此时, 战况突然发生变化, 路克斯突然出现并对黄毛男发动攻击, 并且在对战中吃到了黄毛男基隆的能力, 能通过触碰对手从而获取他们的神装能力, 正因如此, 长发妹的预知能力才会失效, 可即便已经小心提防, 黄毛男还是触碰了路克斯的基隆, 夺取了路克斯的神装,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, 路克斯的基隆还暴走了, 长发妹见状, 立马让路克斯放弃拯救自己, 可路克斯却坚定地说道, 然后用尽全力向黄毛男攻击, 居然直接打破了对手的屏障, 原来路克斯是故意让基隆暴走, 把力量积累到极限, 宰一下吃饭, 这也是路克斯自创的奥义, 黄毛男毫无意外地倒在了他的手下, 而路克斯也带着惩罚妹回到了学院, 第二天, 路克斯作为长发妹的未婚夫和指示见面, 指示对自己招致的灾祸向二人道歉, 并且认可了路克斯的能力和二人的婚室, 然后就离开了, 可是刚没消停多久, 学院有名的三人组三合英找到路克斯, 说学院最近有变态注目, 然后强制路克斯换上女装, 作为幼儿引诱变态, 路克斯只能乖乖就范, 然而, 一晚上, 学院里都没有人认出路克斯, 反而是路克斯听见草丛里传来声音, 看到一个学姐在和猫对话, 就在此时, 一个面具人突然杀猪, 袭击了路克斯, 路克斯的叫声惊动了学姐, 立马挡在路克斯的前面, 对方见状不妙, 扔下烟雾弹就跑了, 离开前还用飞刀刺伤了路克斯, 事后, 学姐替路克斯处理了伤口, 路克斯让对方从背后上摇, 从而隐瞒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, 学姐却将自己的名字告诉路克斯, 路克斯才想起来, 这位学姐因非常讨厌男性, 在学院非常有名, 而这一边, 黄毛男被关进了监狱, 看到斗篷男来监狱看望他, 他以为对方是来解救自己的, 结果对方一句话没说, 就暗杀了黄毛男, 看来事情还远不止这么简单, 与此同时, 公主和学姐正在为路克斯退学与世争论不休, 学姐认为自己有能力对付中烟神兽和叛军, 不需要男生的帮助, 可路克斯认为中烟神兽是个劲敌, 自己绝不能置之不理, 学员长见状, 于是提议, 讲话合作中对决, 届时凭输赢决定路克斯的拘留, 到了晚上, 一个麻花辫妹子来到学姐门外向他道谢, 原来正是他随用学姐赶走路克斯, 而他不知道的是, 其实学姐自己也有不得不赶走路克斯的理由, 三天转瞬即过, 这玩意来到小岛, 路克斯对这组小岛却感到莫名的熟悉, 但学姐没有给他休息思考的时间, 一下船就进行了大量的训练, 训练结束后, 路克斯把女装归还给三合英成员, 可对方反而却把女装送给了路克斯, 就在这时, 麻花辫妹子叫做路克斯, 带她到一间房间, 学姐早就在这里等候多时, 要路克斯替自己按摩, 同时, 因为学姐一定要当面打谢那个女装路克斯, 路克斯无奈再次穿上女装, 二人还相约明天一起出去游玩, 到了第二天, 路克斯和学姐来到郊外演餐, 路克斯得知了, 对方其实不讨厌男生, 只是不擅长怎么和男性说话, 所以只能和女装路克斯敞开心扉, 然而到了后面的游泳训练室, 眼前大家都换上了泳装, 学姐也特意赶来, 却失望地发现, 自己并没有找到想见的学妹, 就在这时, 路克斯突然被三合英拉进了草丛, 他们想强迫路克斯换上女性泳装, 路克斯转身就逃, 却迎面撞上了学姐, 学姐嘲讽路克斯就离开了, 路克斯想起了学姐曾告诉自己, 她非赢不可的理由, 学姐又年时, 受路克斯祖父教导剑术, 可对方却因为自己的错搭上了性命, 所以她要保证路克斯的安全, 让她远离基隆与纷争, 转眼来到第二天, 路克斯还是选择召唤自己的非裔基隆, 学姐也召唤出她的基隆, 与此同时, 面具员也采取了行动, 可三合英成员拦住了她, 他们拦截了面具员的书信, 发现对方是海部国共和国的奸细, 而最近学员出现的变态特归事件也是她所为, 再三合英成员惊讶之余, 面具员摘下了她的面具, 她竟是麻花臂妹子, 就在这时, 四周又响起了笛声, 麻花臂妹子随其召唤了基隆攻击对方, 这一边, 路克斯和学姐还在战斗, 突然地底下冒出许多助手, 公主迫不得已只能终止比赛, 急忙安排人员去逃难, 而妹妹却发现粉发妹不在逃难的人群里, 然后粉发妹突然倒下来, 结果学员长出现接触了她, 并说道, 另一边, 学姐首当其冲去攻击中烟神兽, 好不容易解决到对方, 可自己也受了冲伤, 这时麻花臂妹子出现, 对学姐发起了追击, 千军一发之际, 路克斯冲上前挡下了攻击, 与此同时, 斗蓬南吹响了较敌, 中烟神兽也随之复活, 然而此时的路克斯却失了神, 他看到斗蓬南嘴里却不自觉叫出了哥哥, 而学姐也开始对路克斯吐露事情的真相, 原来是他向路克斯的祖父提起旧帝国政治腐败的, 然而路克斯得知真相后并没有怪罪他, 反而拿出了黑色的击剑召唤出基龙, 学姐也认出了这把剑是学妹的, 认出了路克斯的身份, 但是来不及多想, 路克斯却自创一招永久连环, 在基龙的一个动作结束前交替不断地发出命令, 从而达到无限连击的效果, 最后用这招打扮了中人神兽, 学姐趁机拦住了麻花变妹子, 可终究还是下不了手, 对方顺其逃跑了, 就在这时, 斗蓬南然后跳上了麻花变妹子的基龙, 并当着路克斯的面沾下斗蓬, 他并不是路克斯的哥哥, 而是一个一同的男子, 对方声称要重现这座小岛五年前的噩梦, 然后便离开了, 危机解决后, 众人回到了基地, 路克斯替学姐包扎伤口, 作为路克斯女装欺骗他的审法, 路克斯需要教会学姐如何和男生相处, 但是他也以此为理由认同路克斯留在学园, 并邀请他加入骑士团, 就在这时, 外面突然传来巨大的动静, 路克斯赶出去, 发现学园章的人已经在外面了, 这时从海里出现一个巨大的愚状无敌, 学员长这才说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, 那就是遗迹调查, 第二天一早, 路克斯来看望粉发妹, 粉发妹告诉路克斯, 自己也会参加此次的遗迹调查, 而公主教授了路克斯, 并带她体验了基龙的新技能, 她替路克斯的基龙装了限制接触, 但告诫对方不能轻易使用,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, 学员长召集了大家, 因为守门的中阴神兽已经被打败, 遗迹最深处大门很可能打开, 而那个愚状生物就是入口, 很快, 一行人进入了遗迹, 此时妹妹突然叫停其他人, 这片区域似乎发生过剧烈的争斗, 遗迹维持生态系统的机内已经全部停滞了, 众人不由得开始紧张, 而学员长命令大家分头行动, 路克斯和妹妹以及她室友三人继续前进, 突然短发妹检测到前方有人形物体存在, 路克斯在瓦利下发现了一个少女, 而这时长发妹赶了过来, 并吃走了另外两个人, 长发妹的手刚触碰到少女, 她就睁开了眼睛, 并传来一个非常机械的声音, 原来少女是仪器的女人化系统, 但是因为不明事故, 她的数据暂时消失不见了, 只能修复并连接到中枢系统才能够找回记忆, 而要发出修复命令, 需要前往这个仪器最下层的管理室区域, 而长发妹作为管理员, 少女将遵循她的命令, 随后, 二人带少女与众人会合并说明了情况, 众人打算分成三队继续往地下七层前进, 陆克斯发现粉毛妹状态不对, 于是提出让对方跟着自己行动, 三人找到了幻神兽的生产区突然传来提升, 一只幻神兽从背后突袭陆克斯, 虽然他侥幸躲过, 但基罗因此受到了怂毁, 而一击一旦进入警戒状态, 就会释放三只幻神兽, 其中一只还会离开一击内部去攻击周围的人, 陆克斯让学院长停止调查, 可此时众人已经深入地下七层, 学院长不愿就此罢休, 就在这时, 粉发妹为了保护岛上的人召唤出基隆冲了出去, 陆克斯立马跟上, 击败幻神兽后, 追逐粉发妹来到一所房子, 陆克斯对这里有印象, 很快就找到了躲在角落的粉发妹, 她走上前架着对方想要离开, 可粉发妹却死死地掐住陆克斯的脖子, 将她抵在墙上, 粉发妹是被谁操控了吗, 陆克斯能否拖难? 在粉发妹的攻击下, 陆克斯只能在挣扎勉强中叫出了她的名字, 才让她松开手, 然后粉发妹就晕了过去, 然而就在这时, 一同男却突然出现在这里, 原来是粉发妹被一同男植入了中阴神兽的种子, 身体会被转化为幻神兽, 无法违抗中阴神兽的命令, 而粉发妹因为违抗杀了陆克斯这个命令, 正遭受着折磨, 为了解救粉发妹, 陆克斯接受了一同男的要求, 替她打开遗弃的大门, 随后, 陆克斯将粉发妹带回了接地, 并在一旁守护她直到对方醒来, 而公主等人解决了遗弃内部的幻影兽, 还发现了通往最深部的入口,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钥匙, 只能到此结束, 众人打算先回到合宿营地再做集合, 陆克斯和粉发妹刚准备出门, 遇上了守在门口的学院长, 原来他早就知道, 粉发妹因为旧帝国的人体实验被抓走, 也就是在这时被种植了中原神兽的种子, 而学院长一定要进入遗迹, 就是为了利用遗迹的技术拯救粉发妹, 随后, 陆克斯找到了公主, 公主为她调整了黑色鸡笼, 只要公主这边传送解除代码后, 黑色鸡笼的限制解除就能立马使用了, 就在这时, 陆克斯的耳边突然传来道声音, 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自己的哥哥, 对方告诉陆克斯, 只有破坏脚敌打败中原神兽才可以拯救粉发妹, 好不容易知道了解救的方法, 陆克斯去找了粉发妹, 但对方早就知道自己体内有患神兽, 已经打算放弃治疗, 但是在陆克斯的劝说下, 粉发妹重燃了求生的意志, 于是一行人再次深入遗迹内部, 陆克斯悄悄向长发妹说明了情况, 长发妹得知一切后, 也决定为了粉发妹打开了大门, 面对学院长对于她开门的质疑, 她也只是解释自己最先触碰到系统少女, 被认识为主人, 来不及深究, 一行人赶紧入门, 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这里什么都没有, 就在众人以为搞错了地方时, 系统少女却恢复了记忆, 这就代表着他们没有想错, 这里就是目的地, 而她的恢复器要做的第一件事, 居然是解决除长发妹以外的人, 就在这时, 一同男突然出现, 粉发妹立刻把她操控, 开始攻击陆克斯等人, 与此同时, 系统少女召唤了一批无人驾驶的鸡龙, 攻击陆克斯他们, 陆克斯只能一人扛下所有, 而另一边, 公主、学姐、长发妹轮番上场, 然而他们都不是粉发妹的对手, 而就在这时, 一道声音吸引了一同男的注意, 来人正是哥哥, 趁着二人交谈的时候, 妹妹吹响较迪, 她的命令覆盖了一同男的控制, 粉发妹的意识随即恢复清醒, 可就在这时, 一同男召唤出了一个新的中原神兽, 公主和长发妹立马反应过来, 发起了攻击, 但是这只中原神兽却异常飙悍, 受的伤越多他就越强, 公主二人反而被对方的触手缠绕, 苦不堪言, 幸好有路克斯砍断触手, 这才就像二人, 为了打败对方, 路克斯拜托公主解除限制, 但这个过程需要一分钟, 在这期间, 路克斯用永久连环攻击中原神兽, 可他的攻击却只能让对方变得更强劲, 到最后, 路克斯只有被对方牢牢牵制的粉, 千军余发之际, 公主完成了限制解除, 并将解放击龙的步骤发给了路克斯, 路克斯随即解除限制, 然后一招击败了中原神兽, 胜负一分, 一同男和哥哥先逃离县长, 众人也回到了基地, 好消息是, 经此役后, 粉发妹对脚迪生产生了免疫, 不会再受到控制了, 而因为限制解除的反作用, 路克斯从合租后就卧床不起, 所以众人特意在他书院这天庆祝, 王晨即将举行建国纪念祭, 并且在此逐间举行拳龙战, 而公主四人也趁机向路克斯发起了约会邀请, 学院长健壮, 建议路克斯在四人中选出表现努力的三人, 以约会作为奖励, 最终路克斯选出了三个人, 而妹妹却在约会前告诉她, 不要因为约会而放松警惕, 因为被关在王都的帝国凶人逃了出来, 对方是旧帝国时期最强基隆史, 有报告说她的目标是路克斯, 谈话间到了第一个约会场所, 而学姐早在此等后, 路克斯开始和学姐约会, 约会接近尾声,三合音突然出现, 带路克斯前往下一个约会场所, 长发妹邀请路克斯跳了一支舞, 并已被自家指示监视为由, 向路克斯索吻, 计谋得逞后就离开了, 随后,路克斯赶往最后一个地点, 分发妹已经等在那里, 出乎意料的是, 她没有要求路克斯做任何事, 而是让她趴在自己腿上睡了一觉, 就这样,最后一场约会结束了, 路克斯在学院门口, 被唯一一个没有约会机会的公主拦下了, 虽然她自知进步没有另外三个美少女块, 但她提出让路克斯做自己的骑士, 可路克斯是旧帝国的余孽, 这样的选择在未来势必会遭到很多质疑, 公主给了充足的时间让路克斯考虑, 随即就离开了, 然而路克斯并没有那么多时间考虑, 眼看拳龙战即将到来, 而路克斯的黑色肌龙因为上场战斗, 导致只有12分钟的使用时间, 就在这时, 一个黑长折妹子突然出现, 她就是帝国凶人, 可她并不是来杀路克斯的, 反而称路克斯为少主, 路克斯的一声令下, 对方就立即照做离开了, 结果这个场面, 还是被另外四个美少女看到了, 到了夜晚, 黑长折再次找到路克斯, 她最终的目的竟是推翻新帝国, 恢复旧帝国, 路克斯听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, 就在这时, 公主等人出现, 并对黑长折发动了攻击, 狗中人发现黑长折可以采红对手的基龙, 但黑长折见人多势众, 还是选择暂比风芒, 另一边, 一同男作为一技的创造主, 命令系统少女启动了一技, 这些人正在酝酿一场大风暴, 这一天, 王族找到路克斯兄妹, 并给路克斯安排了一个任务, 旧帝国的残党正在集结企图谋反, 对方将会在群龙战结束后行动, 而在西北方的废弃矿山, 有约一百只幻神兽, 为了防止他们成为叛军的势力, 必须提前解决他们, 所以他们希望路克斯充当诱饵, 因充当一百只幻神兽, 不仅如此, 路克斯还需要在群龙战中取得优胜, 否则就会问罪学员长擅自调查一技的事, 路克斯没有办法只能答应对方的要求, 随后路克斯兄妹回到了学员, 黑长折再次找到路克斯, 在路克斯的责问下, 对方说出了坚持恢复旧帝国的理由, 黑长折自出身就是个杀伐果断的人, 父亲认为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, 唯一守护他的弟弟, 也被救帝国当成人质, 为此他答应救国王一定会光复救帝国, 所以他不可能违反为了保护弟弟而签订的契约, 那是为了逝去的弟弟所达成的忠义, 可即便如此, 路克斯还是没有改变想法, 依然选择为互信帝国, 而二人因此成为了对立面, 下次见面就不会如此和平了, 第二天群龙战正式开幕了, 第一天的个人赛和第二天的团体赛, 将在最后通过队伍获得的综合得分排名, 学姐长发妹都取得了胜利, 路克斯毫无悬念地打赢比赛, 之后就瞒着其他人去了西北方的废气矿充当诱饵了, 可接下来公主的比赛在中盘突然发生异点, 公主的鸡龙击破了屏障向观众席攻击, 幸好有鸡龙挡住这一击, 事后公主被一群人带走调查, 这一边路克斯抵达目的地, 发现是麻花变梅子在操控幻神兽, 于是他可以引由对方攻击自己, 将幻神兽引到了战场, 而大批的军伙早已对冲了他们, 一同扫射之后, 路克斯成功完成任务, 被要求留在云地待命, 拳龙战这边, 众人觉得是有人陷害了公主, 黑长植不是刚好能控制别人的鸡龙吗, 于是他们决定替公主洗刷云居, 而在路克斯这边, 战场上突然发生了大规模的轰炸, 新王国在被幻神兽消耗战力之后, 被突然出现的叛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, 王城边境的防线被突破, 拳龙战被终止了, 敌军正在召王城进攻, 路克斯这边, 他对上了自己的死对头, 死毛男, 原来是所有新王国的敌人都联手了, 并带来了比之恩神兽更恐怖的战力, 来自第五一季的聚兵, 路克斯用飞翼机龙伪装成黑色机龙, 骗过了对方, 离开了战场, 然后第一时间和妹妹取得联系, 并得失了公主的处境, 与此同时, 麻花变妹子先来, 并且还能控制聚兵上的大炮, 威力非常恐怖, 在巨大的火力差距面前, 他希望公主能够做中金人调停, 把火加交出来, 不然就让两个随从羞辱公主, 就在此时, 路克斯出现救走了公主, 吓走了麻花变, 而公主也在路克斯的鼓励下, 重新振作精神, 为了新王国一起战斗, 这一边, 聚兵已经抵达了王城, 长发妹和粉发妹联手, 都不是聚兵的对手, 这时公主和路克斯赶到了, 路克斯用暴石强化公主的天生, 二人的攻击成功令聚兵倒下了, 长发妹随即兵封住对方, 使他不能移动, 路克斯安排长发妹的人去下面城内的叛军, 自己和公主留下来, 深入聚兵内部, 可就在这时, 一道铺天盖地的攻击, 直接让都市切成两半, 一同男终于召唤了自己的鸡笼, 此时, 学姐找到麻花变妹子, 打算与这个叛赌做个两截, 公主单挑一同男, 给路克斯争取时间寻找入口, 没想到遭到了黑肠子的拦截, 原来他秉承着敌人的敌人就是队伍的原则, 与一同男合作了, 双方立马动手, 在战斗期间, 黑肠子因为路克斯联想到自己的弟弟, 被感情动摇了心神, 路克斯抓住这一瞬的机会, 预判了黑肠子的动作, 然后打败了他, 而黑肠子在路克斯的劝说下决定做出改变, 与此同时, 路克斯赶回公主身边, 可这时系统少女启动了终极命令, 距离爆破王城还有30秒, 时间一点点流逝, 再者危难关头, 黑肠子反水, 深入聚病内部, 一刀毁坏了控制台, 一同男健壮决定亲手动手毁灭王城, 可是在公主和路克斯的连续攻击下最终落败, 而在建国纪念祭最终日这天, 公主作为代表在秘密会上赤词, 并在民众命前宣布路克斯以后将作为自己的骑士, 就算他是救亡国的王子也不后悔,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作为一个后攻番, 路克斯没拿下玄园掌和三合英, 还是让不少人震惊的, 但是小说有写关于他和三合英以及妹妹的禁忌性感, 总之福利多多, 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小说啊, 如果你觉得阿帅结束的还行的话, 还请动动收指, 点赞订阅本频道, 那我们下期再见,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